中國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在二十台演算 說到台灣的部分共同說 不太放棄武力統一臺灣 加上美國軍政首領最近 他在說 總共武統臺灣的時間 縮大到今年或是未來 他們去調教都很關心 國安局長有丹明通 要去日本的美順進政 跟北京發威說武力 公台不贏 會造成國際上 中國國際上對他的經濟制裁 外交的孤立 斷送了中華民族偉大學生 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 中共二十台結束 中國國家領導人是軍兵 正在演算裡面說到 絕對用武力統一臺灣 這個位置繼續討論 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 國安局長 丹明通 台東正的說沒人能吃 不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趁現在說到中國可能提早 統一臺灣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 麥克茲爾迪 也會上中共打臺灣 最快的時間點到今年 是這是什麼年 最早有可能提早到什麼時候 2023也有要稍微 2023就明年了 剩下幾個月 還有兩個月 也要去關注 我強調要關注 要去關注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訊息萬變 它可能要轉成內部的壓力的時候 也可能會有公開 外交的推廣時間表的變成 丹明通說影響最大的變數 是中國內部的壓力 危險度有多迫切 2023的新年了 比較可能是一戰逼彈 是不是就真的必須要 有這種迎戰的準備 對國境的建軍備戰 也是更加強這個力道 中華經世紀新聞 更不可能會發生政情 哪里都在注意 我喜歡這個行動 有什麼時光 有什麼時光 有上網 有什麼時光